沒有,我覺得他們都保持得還不錯 是不是因為有頭減肥啊? 總帶好像病瘦了 就身材維持得還不錯 然後就其實幾乎都很多年都沒見了 我們都有保持聯絡啊 但是見面或聚會的話 就很難會大家會鬥在一起 然後就是希望可以藉由這個活動 把大家讓他們來大家坐一坐走一走 然後看一看現在的防球環境 跟就很不一樣 再來是最主要還是我要謝謝他們 就是大家都下車了 然後我還在這邊 然後一直在車上還繼續努力走 都是他們一直努力啊 他們希望我繼續打 一直每一年都會傳訊的人 就叫我繼續努力這樣子 從年輕然後一直到中年 他們都說中年人的驕傲 就還蠻好 很感動啦 然後因為很多老朋友 他們都是在過去 過去一些不好的時光 而離開球場 那很希望能夠讓他們再回來 來重拾那種對棒球的熱情 然後也希望他們 來球場 然後看一看 呃 現在的環境跟以前 變得很不一樣 就是希望他們繼續 愛棒球這樣子 那一個時刻 有一點辛苦 大家都好辛苦 不然 呃 這次來的球員 大家都很辛苦 然後 呃 十多年了 大家 生活好不容易平穩了啦 就是穩定了 但是那段時間大家都很辛苦很努力 去突破去克服 我覺得那個革命情感 嗯 很值得書寫啊 就是說 包含說 我們沒有好好跟球迷說再見 然後很衝觸的就 各奔東西這樣子 很可惜 那我覺得 我有這個 機會 某種程度 我覺得 好像也有這個責任 要 帶大家 因為我當時 我在城台也不是 也只是一個菜名 不是很有名的選手 然後可以 今天可以站在這邊也都是 呃 這些 陳泰學長 呃 這樣阿俊啊 高俊嘛 或者是民進學長 他們那時候 還有大胖學長 他們 他們的指導 才會 能夠立足在 現在這個場上 嗯 嗯 好啊當然還有 還有董事長 其實很感謝他們 那 這個機會 其實我是想獻給他們的 感謝他們 欸 我個人的話 其實我很幸福 我覺得這些成績可以完成 已經超過的想像 然後 如果可以的話 團隊成績 我希望可以拿下 今年2024的總冠軍 那 可以 跟著他們享受這個榮耀 然後 那他們都說要送給我這個禮物 希望大家 你看我十月又生日 希望他們可以送我這個禮物 各位選機加油 我剛 賽前練習的時候 結果已經提 西比克大 你 像我這種 老選手 資深的球員 跨過了 某些時代的球員 這個是 沒有辦法想像中華之邦會有這一天的 這個是 最好的 台灣棒球史上最好的時代 然後 也是最好的 嗯 環境 這個是以前我加入球隊是沒有辦法想像的 所以 我覺得大家要很珍惜這個環境 可以走一走跟大家揮揮手就好 我已經三年多沒守備了 然後 戰況又很激烈 以球隊為優先 這一直是我 我 我的初衷跟核心 就 都是這樣子為觸發點 你為什麼 你是不是看到這麼多陳泰球 已經十幾年前了 對啊 所以 大家還能夠聚在一起很感動 然後 欸 欸 我很想念他們 我覺得都有欸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退休啊 然後 我也在學習這個情緒 我覺得 這個情緒很特別 所以我剛剛跟那麼多學長引退 可是當自己 要引退的時候 欸 怎麼跟自己想不一樣 對 有點 有點尷尬 害羞 然後 興奮 緊張 期待 就是他那個情緒很 很特別 對 感傷喔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我很幸福欸 就是 那種 幸福的 幸福的開心 幸福的流淚 幸福的感傷 那個不是難過的 是 很 很幸福 對啊 可以 讓那麼多球 你 愛戴 這個是我 剛打棒球的 完全沒有想過 我就是一直 就是 就是一直努力啊 然後 很怕跟不上大家 就 就埋頭這樣子練 練到現在 要退休了 然後 所以 這個時刻 這個時光是我 接觸放球 然後一直 參與直接放球運動 一直到現在是可以把我行走 會不會回到20年前 遇到那個第一次 三江大地區的自己 會想要對他選手 我會跟他說 再勇敢一點 對啊 因為個性比較內斂一點 然後 有時候 有時候 有時候會比較 被動一點 對 所以如果可以再主動一點 換說 再多一點學習啊 或者是再多一點 突破 也許數字可能會更好 對 那我要跟他說他辛苦 真的 就有一點 有一點 就像 五月天 他們的歌嘛 有點頑固 就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就 激進瘋狂的訓練 對啊 然後回頭這樣看 但的確 呃 謝謝他那麼愛幫助